其实市民对Uber的服务普遍都赞好 那Uber司机自己又怎样看这份工作呢? 退休人士陈生做了四个月的Uber司机 见身边很多朋友都趁得闲兼职做Uber 于是自己都试一下 想着找回多少喝茶钱 勤励的话试过一个月都有过万元收入 但是就不认为自己抢了的士的生意 我基本上做的那些客人都是黑的你不要的人 他喜欢你拖个GIG 或者什么你要去远路 或者你是优客他才喜欢做 我们通常都是做上罗班的 陈生认为Uber主要是接载本地的市民 无论是长者、妇女、伤残人士 或者是大肚婆 他们都绝对不会选客 认为叫车服务和的士是可以共存 李生做了Uber司机已经有半年时间 到现在还记得第一个call 在深夜接着一个妈妈 带着个小孩去医院 一直都接不到车 到最后他就尝试去用Uber这个服务 这样赚钱就一定是了 但又可以帮到人 很多人都是搭不到 还有很难截到车 或者截到车上到车都要受气 其实他们大家都很大怨气 不一定是Uber的 或者是这个新兴的行业 或者这个服务是很需要行李生导出现 对于Uber即将退场 保安司司长黄少泽就不评论个别事件 但就强调治安警没有专门针对打击 某公司的白牌车 不存在政府的打压 但Uber司机吴先生就认为 警方的执法过程当中有踩戒的行为 跟乘客说 你不用不认的了 司机认为他持有Uber 你再不认就被假口供刑事 你想清楚我给你再搭过 吴先生表示 警方就出尽办法都要抓到Uber的司机 起初还要问司机拿手机来查查 后来就不理了 直接就跟乘客埋手 他们会用任何办法逼乘客 认你不认的 可能小姐你这个证件有问题 可能你要跟我们回警察局 刁难的乘客 从乘客局来说 我坐过车而已 要搞这么麻烦的事 便乘客会选择去认 交通咨询委员会委员高冠鹏就认为 轿车服务在全世界都是大势所趋 但前提先要订立法例 规管保险的问题 如果我们以这个模式 接了一辆车来 上了这辆车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知道 这辆车是谁开的 这辆车究竟是否安全 司机是谁 我完全不知道 他接我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 如果发生危险 有意外的时候 究竟保险是怎样计算的 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清楚 这个我觉得是现阶段 在这个运作模式下 最大的隐忧 高冠鹏又说 如果将来这些网约的司机和车 能够立入规管 通过一定的考核 配合方便快捷的网上叫车平台 这种模式完全可以在澳门运行 其实也有议员也认为 Uber一定程度上 方便市民交通出行 促成当局合理利用 但罗斯长只是回应说 Uber服务不符合澳门相关的法律 连谈判的大门都不愿意打开 针对Uber可能有机会撤出澳门 说到尾 如果的士服务能够满足到市民的需要 根本就不需要那些什么罢了 的士又搭不到 Uber又没得搭 难道真的要逼市民上街吗 走路上班吗